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Sup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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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e mother fucker 我恭喜你發財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請過來 不好的請走開 歐里多人不乖 當聽到這些歌曲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一定知道 快到春節了 而每逢春节将至呢 市场上面就会有许多的品牌 推出他们的春节别注版 性质呢也跟春节差不多 不求什么销量 也就图个喜庆 大部分都是跟着12声窍走 尤其是去年的猪年 简直就是把全球设计师都给整裂开了 你试想一下 谁会想把一头猪弄在身上啊 Gucci LV 最搞笑的就是Vetmo 你看看这是人干的事吗 12年一个轮回 今年回到了15年 终于有点操作空间了 所以呢这一次炒蛋我也拿到了一些 今年春节的限定单品 这期视频就和各位一起看一下 到底今年的这些春节限定单品 是抽象呢 还是真正的艺术 第一个是喝酒今年的春节限定系列 一共分三款单品 两个配色 书包 化妆包 然后还有护照夹 红黑两色配以流云行水的花纹 不过这个祥云好像跟今年数年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看着喜庆 尤其是这个化妆包 我还专门挑了一个红色 非常有节日气氛 然后边上这里还绣了吉祥如意四个大字 生怕你觉得不够应景 打开包里面我找还有一个 不过我也不太懂女生化妆包里面的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两个 书包还有这一个护照夹 喝酒的retreat书包呢 差不多是喝酒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型号了 我七八年前也买个一个retreat书包 一些朋友也应该见过 基本上这个包我背了七八年 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屁事没有 大概就是外面这些皮掉了一点 非常的耐操 这也是喝酒的书包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说回这个春节限定版 黑色的祥云花纹红色的名牌 然后还有金色的扣子 跟金扣很配啊 当然还有雷打不动的吉祥如意 其实这几个字也不用那么诡达了 在实用性上 retreat它这个款式呢是无用之移的 设计比较简洁 然后它的包容量也不能说大 但确实不算小 非常适合那些无脑塞类型用户 但最近几年呢已经有许多朋友在背着一个包了 所以我也不多说什么 最后还有这一个护照夹 那么这一个护照夹呢 应该算是现在出国旅游的一个必备单品了 除了放护照以外呢 它这边还有 what the fuck 它这边还有几个小夹层 那么这些小夹层里面塞什么小卡片呢 大家应该心里有说 总的来说呢 喝酒这一个春节限定系列 它里面的那个祥云花纹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但美中不足的就是它那英魂不散的四个大字 感觉就像有人在你耳边无时无刻地唱的 恭喜你发财 其实有时候嘛 也不一定要搞这么简单粗暴的是吧 第二款新春单品呢 就是大家前段时间已经看过许多次的 Vance属你的系列 今天Vance一共推出了五个鞋管 而我拿到的是 A A A L 实实证明你不能说王朝单身堆一双Vance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鞋盒 由纯灰色高档双层纸板打造 盖子上的Vance logo也极具特色 照照 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 寥寥一笔便把一只死耗子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这双ERA的灵感来自于老鼠洞 斜的前方和后方各有一个洞口 寓意着老鼠进进出出 柴渊滚滚鼠不完 后方的洞口还有一个老鼠贴 当你反过来把它粘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好像一双翅膀 为你在新的一年里如鼠添翼 它还配了两副鞋带 你觉得哪一副鞋带比较大一点 这个粉红色还是灰色 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灰色多一点 春节嘛 穿着一双像解放牌一样的布鞋 喜青 Vance的这一款鼠年限定系列呢 又代表着春节单品的另一个设计方向 它是通过一个艺术化的手法 对鼠年元素进行加工 避免了过于简单粗暴的元素植入 炒蛋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欣赏这一种 除了Vance的鼠年系列呢 我手上这也还有一双不知名的 安娜海姆 对吧 它这些鞋子 Anahan Factory Collection 不管 Style 36 那么这一款鞋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喜庆 也非常的好看 经典的红黑白配色 那么在日常呢 即使不是春节也是非常百搭的一个款式 说完Vance 还有另外一种春节单品呢 就借着今年生鞘的属性 使用现成的元素 例如今年River跟猫和老鼠推出的联名 例如迪士尼最近跟优衣库推出好几个系列的UT 竟然都是老鼠 应该没什么不同 甚至几天前 Anne Bush 也掺了一脚 跟优衣库还有迪士尼来了一个三方联名 这个是Anne Bush去年推出的猪年作品 售价1920元 很明显 今年Anne Bush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赚钱之道 那么不管是不是跟潮牌联名 借着今年的鼠年热 迪士尼的UT系列呢 销量肯定是步步盘升 更不用说本来米奇老鼠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卡通形象 这两件短袖呢 就是迪士尼UT系列里面的其中两款 白色这一件上面印着彩虹 英文Have a half-filled day 这个拒责表现形式呢 我觉得还是蛮符合迪士尼它自己的品牌理念 黑色这一件 正面印着一个小的米奇logo 背面是非常复古的四公格设计 你说臭热闹也好 跟风也好 反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随着各个品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这一些春节限定单品呢 只会越来越多 大体的呈现方式呢 也是我刚刚在视频里提到的那三种 要不简单粗暴 要不进行艺术化处理 要不就是剪现成的元素 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很简单 觉得好看就买 觉得不好看便拿来当下午茶的弹子呗 商家通过这种方式的表达 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我们大概也就涂个习情 就像最近一笔鼠推出 那一个鼠年限定牛仔夹克 售价6499还限量500套 更多的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的仪式感 所以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呢 我相信品牌方们也会越来越了解中国文化 越来越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方式 最后呈现出更好的产品给大家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曹淡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Kiss 呀 by bwd6